现在其实经济也不太好,大家都知道 最新一件事,进入减息之后 现在新闻也说了,股市也不太好 究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大湾区也好,香港也好 究竟现在现时有什么机遇 究竟我想问问大家,现在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其实是什么才是稳定的回报呢? 最新政府也公布了,银账有4厘 大家觉得4厘的回报是否可以? 我先问Peter 你心目中有没有觉得有多少厘才可以呢? 这个是很理想的回报 但是实际上做到这个 就是这么稳定而又高的回报的人 其实真的不是这么多的 如果你说平均来说,我要稳定 赚取到8至10,一定有这个回报 其实那些都算是投资高手 是的,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我们今时今日有什么玩法呢? 其实就是大湾区我们最新是一个充电桩的车位 是的,那为什么一个充电桩的车位 做到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回报呢? 其实它是一个交友站 加一个印钞机来的 因为你们在做的是全中国 超过2000万辆电动车的生意 是的,那我们看下去 那为什么我们要投资电桩的车位呢? 就是我们每做一件事都要问一下自己的原因 是不是? 是的,那其实呢 有几个大的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政策的倾斜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中国 很多不同的车厂 出很多不同的新能源的电车 那首先政策方面呢 中国是倾斜向新能源发展的 那大家看到了 有一贴,一泰,一泰,一泰,和下乡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那其实汽车呢 油车就慢慢会淘汰的了 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国内呢 你要添置或者购买新的电车 你旧的油车去换呢 其实大概是有一万至三万元的补贴的 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呢? 是的 那如果大家有在大湾区治或者生活的话呢 其实可以买一部几千元的油车 去拿这个中铁都可以的 不要惹底了 因为现在那些二手车几千元一部 都真的有的 你一分钟你拿到那个补贴呢 你本身车呢 是多过你买一部旧的油车回来的 那第二了 就是说它对电车呢 它放款的比例是很宽松的 因为朋友都鼓励呢 你就是借贷呢 去购买一些新能源的汽车的 第三呢 就是电车的扣置税呢 很多都是有豁免 或者税很低 是特别优惠它们的 第四了 一些很落后的香阵 它们都不愿意用一些 骯髒的能源 都很鼓励用一些清潔的能源 所以电车呢 其实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呢 就有机会发展更快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趋势 第二了 电车我们看回销量呢 增长速度是很夸张的 我们纯粹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这三年的数据呢 22年总销量620万架次 23年呢 一跳就800多万架次了 那看回增长率呢 其实22年就夸张一点 有成90%的 23年呢 我们都可以去到33% 那好了 看回今年呢 一二月两个月而已 已经有120万架的车 如果对比回二三年一年呢 已经增长了30%了 那你看看 增长的势头呢 其实是几成年一个爆发性的 那再看回我们广东省 就是达湾区这里 我们那个车的销量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22年呢 三百万架次 去到23年呢 跌了的哦 290万架次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一流年经济不好 那跌了都很正常的 但是这个数据呢 其实我想强调一样的呢 大家留意一下 黄色是什么呢 在销量跌了的情况下 电车的增长 22年呢 75万架次 23年总销量跌了 就是说电车的销量 反而增加了十几二十个% 就是说它是一个 成年一个反增长 可以更多的 那再看吧 那再看吧 为何说电车是一个封口呢 因为现在呢 其实我们做的生意 是全国超过2000万架车的生意 去到今年的1月11日发布的数据呢 其实我们去到23年的年底 电车的数目已经超过了2041万架了 那只是去年的增长 新登记的车辆 电车车辆 单单去年就增加了730万架 那这个数量真的是很夸张的 那你对比回 总的车的数目 加它新登记的数目 真的很夸张 那大家会明白这个趋势在哪里 再看回我们电车的龙头比亚迪 公布的数据 24年5月销量为33万架 对比回23年同期呢 单单电车的增长 只是比亚迪站说的 增长了接近40% 那这里呢 都看到了不同牌子 就是我都做了个数据 它那个销量的佔比 和一个增幅 那这里我轻轻拉过 这些就是现在市面上不同牌子 它在这一年 即23年24年 大概的销量 其实一些国产的车 可能是香港人 未必知 未必很知名的品牌 它基本都有几十万辆的 是的 是很誇張的 特别Tesla 46万辆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油车将会被淘汰了 这个真的是趋势来的 那在这个表里面 大家都看到了 不同的牌子 比如国内的牌子 欧洲的牌子 他们都已经公布了 停产油车的年份 那其实大部分的年份 你都看到了 2030年之前呢 大部分的油车 将会是停产的 那这个销势一定是新能源的汽车 或者是最基本多一些混能的汽车 对不对 那本田算是迟一点 2040年才停产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说 电车的成本 和油车的成本 我们是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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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要驾驿车的 现在有没有 可以去找一句手 其实大家如果链一个油车 或者用油车 都知道了 它的成本呢 保养方面是高很多的 那我也做了一个数据的对比 大家看到了 如果是一部油车 和一部电车 在国内一年保养和洗费可以差一万元 如果你一部车基本用10年 那里就已经差了10万 就是已经可以买到一些经济的油车 经济的电车已经可以了 所以刚刚这么多的原因 我们投资这个电车车位 是一个新资产的风口 你错过了这个机会 很难再有下一次的大机会 可以这么说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经济股市不行 做生意不行 对了 银债四厘都说少的 那还有什么给到你呢 其实很难 那你买一个私家车的车位 配合一个充电桩 当然这个充电桩 是说可以共享的 就是说你可以租到出去的 这个电桩 那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 比较好的合理的回报 就是Peter 说的十厘 甚至乎十五厘 二十多厘 那我们怎么做到呢 因为这个呢 投资一次的 你可以整个小时都可以赚钱 那我们看看怎么做 好 好 我稍后会给你们比较的数据 我会计算一条算式出来的 70年 但是其实你回本 可以最快做到几年的回本 是的 那稍后我们看看 再说 现在近几年了 还有没有人买楼 你买大湾区的楼 又怕它跌 买香港的楼 都是怕它跌 很多人没有钱 现在 是观望 现在是 对不对 那些资产不动 是的 那买楼 和买车位 我们看个结果 和趋势 这两部分就够了 那你买楼的结果呢 因为限售 就以前都有了 现在最近就撤销了 那但是 现在没有限售 限售 这件事了 有很多人买楼 个个都怕跌市 因为不买了 或者少人买了 就是没有人买了 那趋势呢 习主席都说了 住房不炒 那你还有没有前景呢 是没有的 那再看车位了 电车呢 它的增长率呢 大家都见了 每年平均都 有30%以上的增长 但是我想问大家 知不知电车 车位的增长 追不追到增幅呢 是差很远很远 那变了在增多速市的情况下 它的需求呢 是不断增加的 可以这么说 那还有 我们要计多一个 投资的趋势 就是未来呢 以前不是很多油车啊 刚刚说过 以前的屋园 有没有电车车位啊 没有的啊 可能新少少半生屋园 它的电车车位的占比呢 最多的是10%至15%而已 就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一个屋园 有100个车位 它最多只有10个电车车位 是可以给你叉到电 那这个呢 也都导致到电车的需求 是人益去增加的 那我们刚才知道车位呢 都有很多名人 有很多成功的能子 比如说 最为人所知就是 吕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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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百万里的 另外就是很多业主 因为一个增容的过程 涉及到很多的开支 他们都不愿意去支付这一笔费用 另外也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你本身你的质量是这么多 如果我没有的情况下 我要增加 那会增加了火灾的危险 这个都是主因 那好了 我们怎样计算回报呢 刚刚很多人都很关心 你买一个私人的电车的车位 那当然是一个运用电 运用电池在国内 大概是一道电 这个是数据来的 那如果目前上 如果你做一个电装的车位 你装出去 市面上有不同的功率 可以给车充电 其实就是说快慢充的分别 有7、14和20kw 那常见的都是7kw 那如果你充一个钟 大概就一部车充到7度电 如果一个车位不停去温 如果充一人的话 它最多可以充到168度电 即是8、7度电 而你把这个车位租出去 电费是否在收5毛钱 不要卖的 外面一般都是收线1至1.5分之间 那么夜间会便宜些 夜间呢 因为它分不同时间的 夜间也有8毛钱 那么最最 минимум 我们有3毛钱 衍生的差价 那如果以这个计算 我们不要计价4个小时 计算12个小时 计算一般的选耗 如果一部车叉门 大概可以80度电左右 如果以1.5元的差价去计算 最高是1元也有的 或者1元也有的 我们拿一个评分数 8毫、7毫去计算 如果你8毫、1度电的差价 一天80度电 那你只是电费是否赚不到 你中山这些都是在收到过4一度电的 不是吹水 这里你可以有驾车的 这里你可以乘搭车的 它是收到过4一度电的 它真的在收到过4一度电的 最夸张的是这个科学是收到过7 过7你减回你大概5、6毫的电费 那就是我们淡取利用的一部分 那和我们选择公司呢 为什么要选择一些大牌子呢 这个都很重要的 因为它的电桩比较稳定 那另外呢 它这些呢 即是温妆、售后、品质保证 那些全部都没有了 那所有选择的公司都要有资质 要有证书的 我们要看的话呢 都会看这一部分的 那这一部分也都是待会我提到 或者提提大家 我们在选择电车车位的时候 要注意事项之一 是的 如果你选择一家文明的公司 它不稳定 那这些车位呢 其实我们可以对外 或者对外的 对外呢 其实就是说 你可以透过一些公司 如果他真的有需要泊车的 他可以在那里看到 哪里附近的车位 从而找到你的那个位置去泊车 那我们赚取租金的联络 那我进到场之内呢 他就有一些指引 譬如就叫你泊去哪里 是的 你那里有停车车位等等 他这些市场都管理了 那最担心就是 咦 会不会有个污车 我居居泊在我的停车位 他这些管理方面呢 他可以锁买一部车的 就是说如果这一部车 真是王居居泊在你的位置呢 你就可以锁了他的车的 这些都不需要我们贪心的 我们只是坐在那里收钱的 就是这么简单 那这些就是停车的车位 那个站口等等 还有我想问一样的 如果你对比买邮和买一个车位 好处在哪里大家知不知道 你起码不用怕我们不交租 那这些都是个例子 是的 有一些apps可以给大家看看 即是充了多少电 每度充了多少钱 那他充完之后 你责取这个货币 其实会有个报表的 每一个月都会给大家看到的 那这些就是实际 发完车之后的收费料 好了说了这么久了 如果投资这些车位 有什么重点要注意呢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这些车位 这些车位呢 其实大家和投资民族呢 有部分是相似 第一个 我们location 永远都是先走 永远都是选一些 可能小区人口 比较多些 车人数多些 或者旁边的地方 这个都是使用的 第二个呢 其实最主要呢 就是看回车位的比例 譬如他一个屋 有1000户人 大概有2000个车位 那这些有个特资价值呢 这些是不好的 那这个也都衍生到 供需的那个关系了 那通常这两个呢 我们都一定要看的 看他住户比 同个车位比 第三个呢 要看电车的那个数目 究竟他那个比例都很多呢 那这个都是 我们投资上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来的 还有就是车位的位置 譬如你那个位置 一充电就到了 还有你要走 十分钟才走到你的车位的 那都是差很多的 还有一个车位的留言 国内呢 就会有一些止步车位 有一些电中的车位 或者有这些普通的车位 那这些呢 都会衍生到 你投资车位的那个价值 这个都要小心一点 最值钱当然是指挥的 这些车的车位 这些里面都是最多有利的 那就介绍啊 有一些黄黄啊 是的 他最高回度呢 我们都计过了 可以去到18%的 那怎么做到呢 而他那个车位比呢 他一比零九而已 就是说一部车 一个车位都比不到 那这些呢 我们去选择的时候呢 或者大家投资车位呢 是要特别留意的 一定是要选择一些公不应求的位置 去做投资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 就是招商的项目 其中我们有的一个车位 或者是 大家都很有时间可以去看 那这个云顶府的车位呢 有什么特别呢 它就位于火具的开发区 隔这个深中通道呢 大家有没有走过呢 应该很多人都走过 六公里的而已 那一出呢 就已经是 上桥已经是深中通道回到深圳了 那火具开发区呢 是一个高端项目来的 那那边 住的都是有钱人 业主质数都是比较高的 那大家做生意都是 你做陪人生意 还是做有钱人生意呢 那一定是做有钱人生意 是不是 是的 它这个位置呢 如果是深中通道回到前面呢 都要一个钟头就直达了 如果是上海 深中通道就很高利的而已 位置非常好的 那看回周边的配套 它就挺大的商圆 有太陽食商圆 得众广场 一加一 旺角市场等等 教育 有很多不同的中小学幼稚园 还有还有一个学校 是的 外国的学校 还有呢 它就附近有医院 有几家不同的大医院 那这些这么多的商圆呢 或者这么大的需求来说呢 车位一定是比较紧张的 那大家都可以看下这个事情 这些都是周边 现在已经有挺好的设施来的 那还有呢 这个项目呢 大家看到实际上 它泡车率呢 已经是超过六成的了 因为由21年开始首帕入伙呢 到现在 入住率已经超过了50% 那还有那些路续续呢 去年年底 和今年都会交流的 以计三年内呢 它那个入住率呢 可以去到80%以上的 现在就有那个程度 其实已经泡了很多车的了 所以它对电车的那个车位呢 那个需求是比较硬的 那再看它那个车位 刚刚提过了 一步都分不到一个车位的 那其实如果有在国内生活过的人都知道 一个家庭指不指一部车呢 可能老公一磅 老婆一磅 子女大的做事都要一部车 其实一个家庭 两三部车很基本的 特别对于一些有条件的家庭 大家看回它的电容比 它只是最高的 maximum是15%而已 1000个车位里面 它最多只有85个车位 可以做到电装 那另外周边呢 它都有些旧区的 是完全没有电车位 或者电车位的那个数量呢 不足的 附近很多区呢 它的电容量呢 最多都是10个%而已 会比这个更加低 那所以那个需求是非常之大的 那看回最近这个 这个店交流的情况 它有四桌入房 总的车位的户数呢 有520个车位的 520个车位里面呢 520户里面呢 520户里面呢 车位只有288个 288个车位里面呢 它电装的数目 只有40个都不够 那你说这些位 其实它的投资价值是很大的 那最后呢 这些车位都是整的车位来的 即买就可以即收租 还有现在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发展商那边呢 有些因为的 一些政策 可以因为香港人呢 那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任常去看 和参观 我们基本上 每个人都可以出发 和就是任方可以出发的 那如果大家 在进去最考察的 可以搞这个事件 我们去的 那就交给我们大一点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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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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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